在海外先看加拿大 玉佛活动也是慈祭志工及社区的一大市 要带您看在西岸大温哥华区 三市联合举办玉佛 邻近温哥华的满地宝市 高桂林市以及高桂林岗市 慈祭玉佛活动三市共同举办200多人参与 而高桂林市市长李察还特地穿着 慈祭灰色志工服来参加 省议员也宣布5月13号 是慈祭日肯定志工的付出 加拿大高桂林区首场慈祭玉佛典礼 不单是华人圈的大事 也是地方大事 高桂林市长第一个来报道 他坚持要穿灰衣志工服 以慈祭人的身份来参与 接花香 除了市长还有省议员 华人协会主席 他们大多不是佛教徒 却同样是带着恭敬的心来见证 议员丹林也借此机会 宣布今年5月13号为慈祭日 还有学校的学务委员 特地带来感谢状 加拿大慈祭志工回归社区举办玉佛活动 包括高桂林市高桂林港市以及满地宝市 三个城市在恒迹广场举行 有两百多人来参与 每个人的心清静之后 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你有这样的心情去回馈社会 那社会也会变得很开心 购物商场经过法水洗礼 多了法喜喊祝福 同时也提前庆祝母亲节 除了有茶道 邀请大家品尝台湾茶的甘甜 也带动亲子团康 更是让现场的美味妈妈 甜在心里头 大爱新闻 珍善美志工刘晓鲜 黄天华加拿大报道